施政无能一直以来又对台独油爆琵琶半遮面的蔡英文为了选举终于迈向了台独势力靠拢的一大步 11月17号上午 蔡英文宣布由台当局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担任其竞选副手 外界所称的蔡莱佩正式成行 国民党发出新闻稿表示 蔡英文毫无意外地选择务实台独工作者赖清德担任副手搭档 显见蔡在施政无力的状况下只能向台独顺利靠拢妥协 争取政治光谱的极端选票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年初 民进党进行党内提名初选时 赖清德曾与蔡英文厮杀惨烈 台湾周时电子报曾称 蔡莱双方阵营此前相互指责对方发动网军 揭发对方政治诚信等政治工赏操作 形成蔡英文耍赖赖清德炒菜局面 如今二人话方突变 17号二人手玩手把团结喊得震天响 令网友直呼看不下去 曾经厮杀惨烈相互公解 如其依然互不信任的两人 却在派系分赃的驱动下握手言和 显然是民进党内各派系间 为了瓜分政治利益的又一次算计与妥协 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说 就大局看蔡莱双究竟是蔡驯服了台独 还是蔡莱共同为台独铺路 成为未来岛内政治发展的大变量 对蔡莱双的成形 岛内舆论评价基本一致 韩国瑜表示 蔡英文要向人民说清楚 要把台湾带往什么方向 他说如果两人认同理念不同 就是对台湾2300万人民开大玩笑 国民党提名的台南市第五选区立委参选人蔡叔慧直言 蔡莱配如果胜出 等于宣告台湾未来四年走向死路 前台北县长周西伟更是直接统批 蔡英文和赖清德搞台独 就是叛徒和敌人 并喊话我们干掉他 但就蔡莱配本身来说 选择一名台独工作者担任副手 并向独派势力妥协 说明蔡英文已经间接承认 自己已经无力维持两岸关系现状 据台媒评论到 这将关系到蔡英文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陈水扁 或第三个李登辉 严重影响台湾未来急凶火腹